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局第二手还是扮了光法 而且上一局我们看到 Liquid这个4号位GH 他的拉比克表现得很出色 中期的补经济能力和后期的技能释放 都是比较不错的 很期待这个选手这一局的一个发挥 包括这两个中单的 这一局的一个新的对抗 Liquid这一局是一扮蓝胖子 这还不是一个很常规的强势扮人 这样是放出大鱼人继续给你用 非常的自信Liquid这个扮人 扮了蓝胖独狗 放了两个辅助 我觉得Secret的大鱼人没有理由不选 这个大鱼人不选就太过于示弱了 Liquid因为第一局是一个碾压姿态获胜 所以说也是非常自信 秘密之前还有一套套路 是一号位的VS来搭配 陈和谜团打动物园推进的 不知道这一局会不会用这套阵容 还是大鱼人先选 谢谢Kimi7的新年红包 Liquid现在可以选的英雄呢 有这一次比较擅长的小精灵 可以围绕这个精灵来组一套体系 就是精灵体系 也可以把对方的VS或者影魔 这样的增加组合抢一抢 因为上一局他们刚赢了对方大鱼人小狗 所以这一局倒是不用太担心 包括火猫也是这一局继续放给对面选 Liquid真的是上一局打出了自信 这一局从BP看得出来 非常的主动 但是选人还是比较认真 要想一下 上一局面的对方 这个大鱼人带狗加火猫双冲脸进攻体系 Liquid这个戴泽和军团双反手的这个阵容 选的是很很不错的 看这局会不会继续来这样选 感觉选一个反手英雄还是有必要的 精灵 果然精灵蝙蝠 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 蝙蝠作为一个三号位上面很稳定的先手控制 拉人的同时 精灵带人传送 行程哥瞬间多打少去秒人 团战的时候 精灵本身也是一个可以救人的英雄 GH的精灵是很少能够放得出来的 这一局我们也是可以看一下这个选手的精灵到底是什么水平 第二首这边 Secret应该是选了一个帕屁的四号位的蚂蚁 这个是帕屁一个比较招牌的英雄 谢谢 LinFNG送给我的新年红包 这一局 Secret也是 稍微的认了点怂 第二首是没有给蜜蜜蜜点火猫 还剩十秒 然后Liquid是伴了一个小黑 感觉 蚂蚁这个英雄打四号位 配大鱼人减甲油再配小黑光环有点太强了 谢谢小学生666的新年红包 这一局我觉得Liquid有可能还是会不伴小狗 因为他们本身带一首蝙蝠可以控狗 而且有个精灵可以救人 也是有反手的 选的核心只要灵活一些 并不是很怕狗 上一局我们看到MP的小狗 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节奏 但上一局 不能作为一个典范来看 上一局狗跟大鱼人第一波配合的时候 小狗是没拿到必章 然后找德鲁伊没有成功 杀动手也是没有成功 然后后面再配合的时候 装备已经落后很多了 就是大鱼人小狗这个组合呢 他还是对进攻实际的把握要求比较高的 包括中期这个视野的布控 现在Secret是要考虑办一下对方 在核心位上面带爆发的英雄 因为目前Liquid这个阵容的输出点 是还没有体现出来 精灵是一个非常偏防守的英雄 蝙蝠骑士是一手控制 他们这个输出是要靠核心去补了 有可能这边Liquid自己会选隐魔 米尔克的隐魔是比较值得信赖的 这边第二轮扮人Secret想的时间非常久 扮了一个小小 这个是一个爆发能力比较强的英雄 不过最近比较少出现 看到对方选了精灵还是扮一手小小 这边Liquid是再扮一个VS VS跟小黑应该是配大鱼人和蚂蚁 非常强势的两个英雄 一个是着重于减甲 一个是着重于线上远程的光环 扮了一个小拿家 这个也是一个针对性的扮人 之前Liquid在对阵NIP的时候 应该是给马特曼曼选过一个小拿家 然后是那局carry了 而且那一局是 那一局是他的队友都挺蹦的 然后只有他一个人顺 最后还是后期主宰了比赛 而且半大鸭海妖 我挺开心的 这应该是 大家都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个英雄 这一局我觉得影魔的收场率很高 两边是都有可能会选 Secret本身是一个减甲流 然后Liquid有一个精灵 影魔也是比较好战装 小小到了后期确实也是不太稳定 因为他比较容易被风筝 跟拍拍熊和小狗一样 就是他们的爆发很高 但是输出环境要求比较高 这一局如果Liquid选TA的话 不是不可以 爆发是够 但是需要完选 TA这个英雄不太适合早选 拉比克 这一局应该是Carry拉比克 他们两个人 这个英雄是会灵活来分配的 Carry其实在早期也是一个拉比克的使用高手 只不过JH到队伍当中 他是转5 现在打的位置偏辅助一点 先选一手辅助 藏一下这个核心 Secret选一手萨尔 也是点一个辅助 两边都是先选345 萨尔也是一个比较克精灵的英雄 萨尔应该是最克精灵的英雄了 最克精灵的辅助 其次是巫医 巫医是比较克制精灵小小 比较克制这种带人的这个双 这个双传送的这个组合 还剩5秒 液体除了Miracle 他们的辅助JH和马托克曼 都是99000分的 Liquid这一手 大哥位啊 可以考虑一下主宰 因为Secret目前这个控制能力 对主宰来说 形成不了什么威胁 而且即使Secret选狗 主宰也比较好打 选了露娜 露娜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扎实的英雄 相对于主宰来说 可能发力期要偏厚一点 团战会更强 更加稳定 但是在中期比较怕 干扰者跟大鱼人强势切的那几波进攻 这一局Secret选到了一个黑弦 这个黑弦一选 他们这个分人就要变了 这个黑弦一选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1号位的蚂蚁 3号位黑弦 4号位打鱼人 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这个 这样选黑弦 虽然说他们这种的配合性高了很多 但是不太稳定啊 因为他们的1号位是个蚂蚁 这个英雄最近看 打1号位的胜率还是挺低的 因为后期 后期的这个正面能力太弱了 最后一手 还是赵力留了Miracle的中单 然后Secret也是留了Mid One的中单 但是最后一手 Secret是要鲜亮中单 这样Liquid还是可以去针对性的选人 办了一手火枪 我觉得Liquid还是应该办火猫啊 因为Secret这边黑弦一选的话 他们这个就非常偏重于团战了 黑弦萨尔大鱼人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团战技能combo组合 如果再配一个火猫的话 这个 伤害爆炸只能说 在Luna出到BKB之前 是非常难度过对方的一个中期 非常强势的连续干克时期 以及团战的进攻时期的 最后一手秘密的半人 Liquid这个中单 Liquid这局还是办了一幕 办了一个战装的英雄 也是办了一个适合出BKB的英雄 最后一手拿了一个女王 没有选火猫 而是选了一个发力气 更靠前的一个英雄 女王 这样Secret是选了一个 非常强的团战配合阵容 而且配的还是一个 非常灵活的一号位蚂蚁 Liquid这一局 中单非常压力很大 这个中单选什么都难受 对面的阵容太强了 团战太强了 打秘密这个阵容 很吃BKB Liquid应该是要 最好选一个猪仔 我觉得 他自己选了火猫 Liquid这一局是 自己选了火猫 说实话 这局火猫挺难打的 因为对面的这个小空非常多 而且火猫是比较怕干扰者的 火猫如果是距离近的话 船走会撇视 距离 他冲的话 对干扰者一个原地大招 框住也很难受 最后选这个火猫 选的还是比较自信 火猫毕竟他本身是一个 比较偏脆的英雄 但是火猫后期确实很强 火猫后期打对面这个阵容 是很好打的 因为对面这个阵容 整体来说偏脆一点 而且火猫后期的捆 是非常克女王的 火猫这个炎氧所 捆住之后 女王的布林克不能用 比较克制 这局Liquid的这个 精灵的作用是比较的重要 因为Secret是一个进攻体系 然后Liquid的反手是一个精灵 他精灵能救到几个人 我觉得是这一局 Liquid获胜的一个关键点 谢谢ATMM 送给我的猪队友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BO3第二局的比赛 先看一下分人 应该没什么悬念啊 这边Liquid是 马图的露娜 Miracle的火猫 Math Control 蝙蝠 GH的精灵 以及Crocky拉比克 直接是给精灵 全钱的出门 拉比克全包 然后秘密这边 MP蚂蚁 Mid1女王 Kinzu 黑贤 Puppy的大鱼人 一起和Payday的干扰者 分人没什么悬念 中路女王兑现火猫 这个兑现呢 首先看火猫加点 有的火猫会选择 加无影拳 去躲女王的毒标 也有的火猫 是选择会加 这个E3对点的 这个不知道 Miracle会怎么来选择 小精灵是选择 先破了一下树 这个位置 小精灵貌似 是可以拉野的 待会我们看一下 GH这个绝活精灵 会怎么来用 它本身是个素瓶精灵 秘密下路 放了一个现眼 女王跟火猫 是这个版本 在刚出来之后 到25级 都非常强势的 两个英雄 到25级 几乎无敌的英雄 拉比克 这个位置过来点眼 应该是被对方看到了 这个眼秘密应该是 知道位置在哪 但是秘密这边 睁眼在干扰者身上 要给大约分一个吗 没分 也是萨尔全包 让大约买了一双鞋子 出门担待了一个物 原来Secret猫次上 打一个钢三 而且好像想拿一血啊 一个双开物 找黑钱 可能是想动一下 先让拉比克 利用拉比克压人的时候 动拉比克 他们在这个位置 是有眼可以看拉比克的位置 小精灵 马上是有屏了 中路果然是学T 但是还没有能够躲成功 先看这波开物 大约已经破物 这个位置 大约的位置 一般般啊 这个位置不太好牵手 说实话 而且已经被看到了 没被看到 没被看到 不过这个位置 确实不好动手 因为他这个位置 时机稍动极势 黑钱是两个套子过来的 冰线很快就进塔了 冰线一进塔 这个机会就没了 马祖收塔下兵 比较稳 中路火猫 这个剃表 独标没有成功 被女王还是标到了 加上一轮普攻 火猫这个状态被耗得很残 大药很快要吃了 塞尔大鱼人还在藏 上路蚂蚁单楼线很长时间 这两个人应该是 miss了很久 很明显了 小精灵果然是一个拉野 拉野到塔下打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不过这个技巧很简单 就是所有的远程都可以这样打 精灵二级 但这个简单 但是也很实用啊 因为升级很快 而且也很廉价 精灵二级 直接运来瓶子跟仙灵之火 带一本TP 这样线上立刻已经是多了一个 三路的救人点了 打得可以稍微的凶一些 中路女王补刀 五缸四 火猫是三缸一 估计也是没了 这一波女王的毒标出手 哎 火猫是没有开无影拳去赌 直接是强吃了毒标 这是一个二级标 被点得很伤 密段再追着A 要Bling过来吗 B过来 再追A 精灵一本TP 有瓶 吃一棵树 连一下反打 火猫这没有血捆 A 有T带走了 漂亮 这一波就体验出这个精灵的作用 这个精灵首先 它是到达了二级 带一个过载 而且它是先出屏的 这是完成了一个反杀 这个反杀呢 应该说Mid 1 它是稍显大意了一点 它是少算了精灵的一个支援 如果没有精灵的话 这波肯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单杀 但是精灵是让它变成了一个 算蛮是打空了 萨尔过来点了一个对方野区的视野 上路是蚂蚁跟蝙蝠单 蚂蚁的补刀17-3 非常的高 这边萨尔是跟大鱼人的幻象在欺负小精灵 精灵是有个心灵之火 在一口瓶 肯定死不了 女王想了一下 这个布林卡还是没有用 再一个雷星之机 女王闭过来尖叫 A一下心灵之火 一吃没死 再电一下 还差一下 灌一口瓶 还是死不掉 漂亮 黎蚁这个小配合 配合的非常的细啊 非常的细 这一口灌瓶 大鱼人一个强行包装 萨尔是有一个撇视的蓝 看杀谁 火猫是捆了 还没有捆到人 好像 精灵直接买活过来 反打 想追趴屁 连一下 给加速 火猫这边是没技能 但是精灵是有一个球 能砸中吗 好像移速差一点 砸中一个两个 漂亮 这一吃这边是一个球 带走了大鱼人 这样这个买活就不是很亏 再来抢抢女王的一个神符 四分钟 拼手做 刷了一个奥数 还是被女王抢到了 女王一个B 往前走 再控一个赏金 不过女王这个状态 可能还是要 诶 这赏金NMP没让啊 直接吃了 那女王就要回家了 女王本来控一个赏金 是不用回家的 没控到赏金 可能还是要走 精灵打的也是很果断啊 很果断 直接买活毫不犹豫 马途的路呢 补到26-1全场最高 先出支配 精灵带着两口瓶 来到上路 不过上路 对蚂蚁应该是没什么想法 蚂蚁带着17颗大魔棒 现在蜜蚁也放广节奏 开始打一个发育 中路红毛女王 拼得比较凶 那补到其实都 差不多 也都不是很高 捆了一下 这边一个替躲标 又没有成功 这个 无影拳躲标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难的操作 回家补一波状态 上路 蝙蝠发现了一个萨尔 有精神在打的比较凶 想等萨尔动手 只是在做一个勾引啊 这边秘密是很有经验 一个扫描 扫到了 这个位置有人在的话 肯定是精灵 大云放一个眼 这个放眼应该是没被看到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被听到了 诶 这个神符 大云人可能是想过来踩一脚 果然 诶 踩 踩到了 但是没刷符 两个人斗了一波心机 没有用 下路神符被黑咸发现 双背符 应该让给女王来控 女王的瓶子正在运 精灵过来跟蝙蝠 清一波野 剩下等级 精灵四级半 蝙蝠 蝙蝠是六级多 中期这两边阵容 还是要 刷一段时间的 秘密等到萨尔到六 可能会选择一波开悟 但是这个萨尔前期 比较 比较 比较惨 现在只有三级 到六还远 然后 立刻这边 要等蝙蝠的跳 或者火猫有合适的机会去支援 才可以动 所以应该是会相应无视的 发明一段时间 现在场上丁进的话 蚂蚁是第一 然后立刻的双合适 紧随其后 而且立刻有一个精灵在 秘密应该是不太想动手的 女王那个被反杀 已经是个例子了 只要精灵miss 他们应该就不太想动手 要么就是动精灵的手 女王很有警惕性啊 直接是一个布林克用的 因为他被TC住的话 自己走不掉的 但是对面有一些开悟的支援 哈皮大鱼人 绿邪四级 没什么经济 因为没有打架 大鱼人也没什么收入来源 大鱼人本身不是一个 很能刷的英雄 露娜已经支配了 想单杀 马途 大招 月光 有机会 哎漂亮 这边卡了一个视野 也是完成了一波单杀 也是利用了他们在线上的一个线眼 看到了打野的黑弦 精灵在跟蝙蝠一直共同发育 等级提升也是比较快 包括缘故也可以打 精灵是已经五级五四分之一了 再来攻击防红防护防波状态 把女王赶走 整体来说 立刻的这个节奏 还是要更加舒服一些 干扰者等级也很关键 现在只有四级多 现在Secret想动的话 只能等 等萨尔的六级 不然他没有点 没有点是可以动的 其他的点 对于对方带精灵的这个阵容 形成不了什么威胁 这个T还是没躲开 Mirko看来 这个躲标的手感今天不太好 这个GH的精灵是平了之后 存了1200的经济没有消费 不知道要出什么 女王这波熬住不满技能 火猫要小心一点 血量太低了 女王是有大招的 吃屏 开火盾 往前冲 A一下 把女王赶走 下路party这边被抓了 但是踩的位置还不错 露娜第二道月光能不能跟上 好像没视野了 卡了一波视野 走掉了 下路稍微的磨一波塔 主要是把对面的人打漏线 这样可以让终于发育的更安心 诶 蝙蝠这个位置被撇视 但是很遗憾 萨尔只有五级 如果这波萨尔是个六级萨尔的话 这个蝙蝠应该就死了 撇视回来 给框 走一个地形 星人之火一吃 精灵传送过来 反打火猫 直接一个冲 萨尔这个位置没了 蝙蝠是没死 这一波主要问题就就在于 萨尔等级 如果萨尔这波是有六级的话 直接果断的一波四连 这个蝙蝠肯定是要死的 但是 中路过来再捆一下女王 就是因为萨尔没有到六 形成不了威胁 这样是给了立刻一个反打的机会 因为立刻一边精灵 他们 他是到六了 这就是一个 酱油等级差导致的一个连锁反应 上路萨尔过来 有六级 但是撇持不到人 颠覆是快跳了 这边路纳支配了一个怪 是在跟着 Crockett拉比克走 因为萨尔的撇持是有个动画的 在撇持的过程当中 火猫是可以提前放魂 然后回去的一瞬间传走 萨尔这个大势留不住他的 所以没有办法 蝙蝠再过来和精灵一起来烧远古 蝙蝠是已经有跳了 九级 跳到 诶 这边路纳又是一波单杀吗 哎呦 这个没看到 算了就不回放了 路纳这边是 找了一个机会 单杀了咪段的女王 女王应该是 被 走高坡 被路纳先放大招 两道月光 加一个 两道大招月光 加上一个月光的短暂悬晕 带走的 这一局马图已经是两次单杀了 而且都是单杀的核心 一个黑贤和一个女王 力困的5比1人后开局 12分钟 经济又领先2000多 经验也是一样 而且蝙蝠有跳了 蝙蝠带跳来上 想动一下蚂蚁 这个蚂蚁发育比较顺 已经做出了魔龙枪 打鱼人黑贤 也是过来保护一下 黑贤这波是有梅肯的 力困的是嗅到了一次危险 他们上路必须没有一塔 这两个人输出也不够 没有动手 再一本TP 拉比克也来 一波开悟动手 精灵是可以带火猫去支援 精灵有大招 上了一波团战 这波团战女王不在 力困的是点了一个眼 为看到了蚂蚁 看要不要动 秘密是有眼看到了露娜 蝙蝠骑士开火 侧翼过来 想找蚂蚁 但是有个萨尔的PS可以解 蚂蚁没露线 一个缩地 缩过来 还是没露线 大鱼人看到了 看拉谁 蝙蝠骑士被挂到了蝗虫 精灵传纵 火猫第一时间被拉强 萨尔一个大放的不太好 被先秒掉一个捆 两个人 位置很不错 拉就是偷一个技能 偷了一个真空 看卡尔克一直直空怎么用 拉了一个蚂蚁 位置比较一般 精灵带人再传回去 罗娜直接TP 能走吗 尖叫A一下 走掉 这波火猫 打了一个一换二 女王还过来追蝙蝠 蝙蝠是中了点灯 大招还在 要被风筝死了 精灵过来给一个支援 连 能烧死一个吗 应该能拼死一个大鱼人 点一下 没拼死 哎呦这波很伤 蜜短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个双杀是 买一送一了 蝙蝠那个位置很尴尬 没有火 应该是已经 马上要死了 有火 马上要死了 精灵过来为了救蝙蝠 想拼死一个人 但是没有救到 被大鱼人应该是 吃了一个魔棒 秀了一下 加上本身带一个宁魂之类 让女王是完成了一波收割 这波团战没有打过 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位置 Liquid没有睁眼 没有看到蚂蚁的缩地 让蚂蚁的蝗虫 挂到了蝙蝠身上 蝙蝠这个先手没有打出来 蝙蝠这波团战 是没有拉到人 没有放出这个大招 加上露娜在之前 单杀女王是放过大招的 所以这波露娜也是没大招 再过来点塔 点掉 这边火猫是一个隐身符 看到了蚂蚁 拉住 火盾开起来 无捆撞 蚂蚁有大招 这个控制没跟上 这波主要是沟通问题 就是这波想杀蚂蚁的话 蝙蝠的拉和拉比克的举 必须得跟上才可以 一手控制杀不死哪里的 一个PS是拉比克被留住 反手的一个真空 但是位置太差了 直接被放弃 拉比克被杀 这波很伤 这波 露娜把大也给交了 而且Miracle的这个火猫 它是一个 它是个物理出装 它没有纷蒸面纱 刚才如果是纷蒸火猫的话 甩纷蒸三连魂是可以撞死的 它是个 它是个物理流火猫 买了一个坚韧球 要出林肯 然后加点也是 只加了一级大招 所以它的爆发不够 刚才没有放三连魂 女王是做了一个分车面纱 这局这个中期被秘密给打回来了 现在双方是比较军事 不过露娜还是比较肥的 而且这个露娜的成长性 比对方的蚂蚁要好 打到后期的话 作战能力比蚂蚁要强很多 蚂蚁毕竟正面能力太弱了 这边甩纹发现了火猫的位置 还是要看萨尔的撇势了 大鱼人的这把跳刀还差一点 女王这人加速服过来 强控了一个凹束服 火猫连过来 但输出不够 黑线一个拉墙反打 女王是可以逼走 这样的火猫确实输出会比较中庸 她是比较看重于 往后期去打的一个出装 在前期的进攻性 稍微的弱了一些 萨尔这里是一个 皮尺节框的失误 没有可能拉比克 这局应该中期要对刷一阵子了 大鱼人跳到第一波 也是选择了一波 开悟陪和塞尔 想找人 有机会 跳踩框大 一套技能 应该是十秒 这个没有悬念 抓了米尔扣的火猫 这个是比较赚的一个抓人 看有没有皮尔扣 能等下一个人 拉比克脱了一个 不离克直接避走 很漂亮 这个不避走的话 要被留到了 但是里面的精灵被找到 很精准 一个皮尺 这样再死一个GH 这一局精灵和拉比克 做了双秘法鞋 感觉这两个秘法鞋 做的有点重复了 精灵应该早点出没啃 这一局 many control的蝙蝠在出跳之后 第一波没有打出效果 后面也不怎么动了 就是在让核心各自发育 被对面抓了几波 火猫这个林肯差的 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林肯 不好往处坐 因为他现在露线很危险 大云始终保持一个miss 萨尔也不在 又带了一个物 应该还是跟萨尔开物 只要大鱼人跟萨尔一直miss 立刻的人就很慌 精灵毕竟只能保一个人 而这两个杀人都是 很快的 满兔的露纳刷得还是非常的快 始终保持一个全场第一的经济 其实 女王是做了一个吹风 这样可以解火猫的 可以解火猫的火盾 也可以吹自己来自保 其实这一局火猫 出林肯的性价比 并不是特别高 他能够挡的技能 最重要的就是萨尔的一个撇势 别的技能比较致命的 像萨尔的框大 大云人跳踩 女王的技能 包括黑钱的真空 他都克不了 所以这一局出林肯 感觉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最后又是一波开悟 这波蚂蚁是带林肯 女王分钟加吹风 中路露一下线 拉比克这个位置有真假野 扫描 扫得很准 扫到了对方高台是有人的 这样从正面平地做一个包后 但是物的时间快要到了 这个位置秘密没有视野 点了一个假野 没看到人 不太敢上 立刻的也是一波开悟 但是也没视野 露娜一马当仙 蝙蝠其实开火 露娜被看到了 秘密先撤 蝙蝠没视野 被撇了一下 打不起来了应该 这波秘密是有对方的视野 然后立刻的是一个开悟方 这个眼被反掉 但是已经失去了时机 这样继续回去对刷 精灵作为立刻当中的唯一反手英雄 他的没可能是比较关键 但是这一局 终其没什么资源给精灵去让了 黑咸马上又跳刀 这样CQ的这个配合的装备 是已经形成了 黑咸的跳真空 加大鱼人跳踩 萨尔框大 女王的纷争技能全甩 他的这个技能combo 所需要条件已经达到了 这个时间CQ应该是 爆弹可以进攻 过来逼他 露娜这个时候还是一个 还处于一个黄金发木器 并不是 正面并不是很强 大云有点灯 秘密也可以利用大云 这个目前这个阵容的 配合强势器去打盾 对刷的话 对于女女来说并不是很有力 因为他们首先刷的没有 露娜快 而且后期也 不是很稳 主要是一号位的蚂蚁 后期不稳 太脆了还是 CQ没有敢直接过来打盾 做了一下视野 Liquid已经处于断眼期了 Carky身上有眼 蝙蝠器是起了一个宝石 Carky是打钱给他 起了一个宝石 做一下肉山附近的视野 肉山是比较关键 因为秘密再开一波雾 应该他们最后一个雾了 火猫是更新了林肯 但是就秘密这个阵容来说 他即使更新了林肯秘密 还是可以杀 跳台只要踩中 就可以了 路纳分身 粉末龙枪跟队友会合 中路这边 Liquid也可以考虑一波开悟 看有没有 拉比克是有误的 诶 中路这边 Miracle被抓了 我就说他这个林肯火猫 其实 面对对方的Gunk 是没有太大的质变的 大约人跳踩萨尔 框纳只要给上 这火猫是必死的 因为CQ的这种中期的爆发很高 这样火猫阵亡 看秘密是打盾还是推塔 选择推一塔 蝙蝠开火 看一下位置 但有萨尔偏示在不好动手 拉女王 拉回来 给大招 一套技能 强秒 非常漂亮 这波是蝙蝠一个跳推 没有给萨尔反应时间 强杀了女王 这边正面 马斯文被集火 蚂蚁进来 强冲 精灵想给恢复 蚂蚁只能往回撤 这样路纳是没有死 魔棒也没吃 是及格 破一下林肯 还想再往前追 正面是死了一个拉比克 这也是回去一个蝙蝠 应该追不了了 火猫是凤火 蝙蝠还在追 又炸了一下 四层油 应该杀不掉 蝙蝠有宝石 再点五层 呃没了 蝙蝠这边的一个 烈焰破击的效果是结束 差一点追死蚂蚁 这一波又是一个人头呼唤 麦德肯特是一个非常果断的先手 跳推拉 找到了女王 虽然说 蚂蚁是给女王板套上了一个林肯 但是萨尔的P是没有给到蝙蝠 让蝙蝠把女王拉到了 这样比较深的一个位置给秒掉了 女王现在还是 秘密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爆发点 蝙蝠这个宝石带的还是比较稳的 精灵的梅肯也只差一个卷轴了 这样往后 往后打的话 应该是Liquid要更好打 露娜经济 领先 领先蚂蚁是领先了 将近四千块啊 BKB马上有 有了 露娜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的一个战斗 输出应用了 咱们已经是很强的一个战斗 咱们已经不是太强的一个战斗 我们在这核心里也还不够 我们吃了一个战斗 我们就把战斗 是最强的一个战斗 就是它 我也不够 什么 那是 我们就把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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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冲,刘萨尔一个TC很连贯,萨尔这边是原地匡大,但是对我来太慢了,没有办法,静静给一个连,很稳把火猫传走,露娜放一个大招,但是没杀到人,这样顺势回来推他 露娜这一波带BKB太过于强势啊,秘密应该是完全打不了的,而且是先死了三个人,诶,大狱人怎么也死了 大狱人没看到死了,火猫补一把跳刀 这一波杀人破塔之后,Liquid应该说在中期又建立起了一定的优势,经济领先6000,经验领先6000,主要是弄他这个点太肥了 而且BKB是一个中期质变装,过来打盾,女王还有13秒就应该是够了,打盾只需13秒 而且秘密对于肉山附近没什么事业啊,蚂蚁在下路露线了 蚂蚁王踢了圣坛 蚂蚁也踢过来,火猫跳过来露线给一个TC 吸引一下注意力,蚂蚁给一个蝗虫,诶,盾还没掉 可能会有些节外生枝 还差一点啊,编户其实开火来掩护 蜜蜜还是不敢来,露纳这个BKB太强了 这波BKB 让露纳控盾 露纳控盾,Liquid正面推二塔的话,蜜蜜应该暂时守不了的 女王是更新了一个林肯 这样女王跟蚂蚁双林肯,蝙蝠骑士要注意先手的把握了 这边Liquid可能要开悟,在中够抱团 蝙蝠做了一个吹风 Milkent说最好的操作应该是跳吹风破林肯,拉推回来 这个要求非常的高 但是相信他应该是可以完成 他做吹风的目的应该也就是为了破林肯 人帕皮的一个扫描很精准,扫到了对方的一个开悟的位置 露纳直接露线,带盾的露纳完全不怕 带盾BKB,点得很快 托马亿林肯,推掉中路二塔 但这一波的兵线 直接上高显得有点早吧 28分钟,带盾直接上高地 Liquid打得比较凶 露纳BKB这波确实是很强 他可以去单拆 大鱼人跳踩,漂亮 这个分身斧直接是躲着踩的一个控制 火猫一个跳捆 哇,这个伤害 蝙蝠应该是测试给这个宝石的视野嘛 也被弹出了残血 他被点掉 火猫再过来TC 踩一脚踩中了Miracle 女王原地,框大,火猫这个位置 哎哟,精灵,漂亮 直接是骗了女王一个空大 救到了火猫 露纳开启BKB 往回撤 蜜蜜开了一波圣坛 这波立刻应该要先撤 精灵的这个连是非常的极限啊 又是一个跳捆 捆到了PAPI 举一手 蝙蝠跳拉 本杀一个大鱼人先 杀掉 火猫一个魂 传走 MP过来切蚂蚁 蚂蚁过来切这个小精灵 吃一口没粉 但是没死 捕一个拉墙 精灵还是死了 但是蚂蚁也倒下 火猫过来切后排 女王尖叫一下 火猫放一个魂 传走 躲一下普攻 里面Secret感觉没什么输出 给一个PS也没什么作用 露纳开分身 盾还在 那这一路应该是破了 露纳一旦站稳线 最近是非常快的 女王乖的把分身一清 但是不太影响 她有盾 可以卖一波盾 强点 就是强点 给身空 破林肯 火猫过来一个跳捆 女王残血 落地之后 避走 火猫也是残状态 这样这一路已经破掉了 原地放一个框 大鱼人还没有复活 好像留不到了 大鱼人直接TP 想留露纳 露纳PKP差5秒钟 分身差4秒钟 跳 踩 推一下 没死精灵 传过来 露纳PKP 有了 可以反打 开分身斧 点死黑咸 吹风的大鱼人 女王先避回来 火猫这边已经是没什么蓝了 有个跳捆在 BF7是露纳大鱼人 跳过来烧一下 烧死大鱼 这一波 露纳还是大转 露纳最终是没有死 等到了一波技能CD 而且还没有开她的9秒BKB 只开了一个分身斧 这边两本TP到圣坛 C会儿还想打 女王过来 火猫 考虑反打一个TC 捆住A一下 放魂 但是被框大了 走到边缘能传走吗 边缘 传不走 有一个延迟控制的效果 女王必走 马图是点死了萨尔 蝙蝠跳过来追 被女王吹起 再吹风留住女王 女王有个Blink在 还是必走了 带吹风的女王还是比较灵活的 天灰信使被杀掉 下落露纳分身强行破掉一个伊塔 天灰信使上带的是露纳的蝴蝶配件 加上精灵的一个大鞋 这样Liquid可以稍微等一下 等一波装备 女王追过来打露纳BKB大招 反打女王被举了 拉比克这个推举很关键 蚂蚁这个位置很危险 正好这边蝙蝠其实拉到 蝙蝠是有宝石的 这样蚂蚁也死 马图的露纳如神 这一波拉比克跟蝙蝠的控制 给了恰到好处 一手举 让女王吃了一个满伤害 蝙蝠的一个拉 加宝石 是完全的控制了蚂蚁 一旦让这边带宝石的蝙蝠一方 取得了又是 这个一号蚂蚁就完全是 没法发挥了 行动虚设 现在两万一的露纳 打一万二的蚂蚁 就算不带这把蝴蝶也是 算好打了 下路应该是可以直接上高 秘密的双核全死了 这一局是马图的露纳 carry了 mild control的蝙蝠的 几波关键条拉也是很不错 包括这一次的四号位小精灵 这一局感觉 Miracle的火猫 稍微有一点躺 这个火猫这一局稍微有点躺 他又出装对于对方的阵容来说 没有太强的这个防守 不如出BKB 这样 立刻的是破对方两路 这一局基本拿下了 经济领先一万五 经验一万 马上一波开悟 马上一波开悟 也是想快速结束比赛应该 女王做了一个刃甲 但是距离二十五级还 比较遥远 中路 抓到了一个大鱼人 爬币 再见 直接转上 上路是有兵线 这个打的也是比较直接 嗯 我们回家捕到一个子愿 蝙蝠骑是BKB 露娜的蝴蝶在运 基本上 在等复活 我们不需要这波装备更新了 诶女王B过来 有刃甲开起来 卢娜往回撤一波 给个TC再推一下 等精灵恢复 精灵给手恢复 骨灰一贴 比较安全 CQ只能是靠着两个圣坛跟高级地形 来打这一波了 还是很难 尼克只要稍微求稳 等一下信使的复活就行了 拉比克四千二没消费 完全不用着急啊 尼克真的是完全不用着急 不用急于一时 因为这一局的局势 基本上是稳赢了 没有必要着急 露娜下一波很有可能是直接更新 更新蝴蝶加冰眼的一波 这就有点夸张了 拉比克带A仗 战时的财宝 这样立刻的球员等一波信使 又是开悟啊 立刻的好急啊感觉 看一下拉比克过来点眼应该是 点眼看视野等蝙蝠先手 蝙蝠是看到了大鱼人 看到了萨尔 带BKB的蝙蝠 一稳TP 是女王也被点掉 蝙蝠是带雾的 露娜正面 蝴蝶运到 靠一个林肯 TC捆下女王开刃甲 已经掉了三分之二血 过来强拉 拉住 往回推 直接一套技能强秒 女王倒下毫无悬念 买不活 拿下了 就毫无悬念了 马术超神 蚂蚁完全不敢上 萨尔还一个大招 但对面有BKB 我跳过来一个双捆 这波也就是 Liquid各种收割了 打出了技技 那这样恭喜Liquid是 2比0 战胜Secret 第二局赢得也是 不是很难 在麻图的露娜 在出到BKB之后 很快的接完了比赛 马术露娜这局 十一杀零死 八主攻 这个数据确实是 比较夸张 三分的输出 当之无愧的这个carry